AM73年 妳們好 我是袁瑩天 我是王正 我知道 我是王正啊 我覺得拍周祖淑三拍裡面 最難演的一場是 我覺得技術上最難的應該是剪頭髮那一段 就是在技術上 因為我記得在開拍前 導演跟怡文哥 然後又把我們三個人 有就這場戲聊了非常多次 因為在戲裡面 他需要真的配合著情緒 然後陳桂林一邊崩潰 然後一邊把頭髮剪掉 所以 然後怡文哥又站到我身後 所以沒有失誤的空間 可是事後 事後再回想起來 我才覺得 最難演的一場戲 應該是跟王靜能的一場戲 就是 跟陳小梅那一場戲 但 不是 不是 不是因為別的 是因為 我其實 就像我之前的訪問有提到就是 我認為 比如說陳桂林的那四年 對我來講我都很好對應的一個經驗 然後又或者是說 陳桂林她想要做的事情 她的目標其實非常明確 非常明顯 但是唯獨是 我想在陳桂林有限的生命裡面 唯獨是一個比較意外的事情 真的是遇到陳小美 這也是她 與其中以外的事情 所以 我們常來講說 這真的是 在這個角色裡面 為數不多的浪漫 然後 可是這份浪漫在 我一見到 王靜的時候 或是我一見到陳小美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是 是露住的 是腦袋一片空白的 是不知道該跟她說些什麼好的 是有點空白 講完了 我覺得我的最困難的 也是跟她相遇的 就你剛剛講的對不對 就是 對那一場戲 但是 除了 要幫她剃鬍子 技術上面困難之外 我覺得還有那個心境上面 我也會覺得挺困難的 因為不認識她 不認識阮晶天這一個人 然後 先前也 我們也沒有 我們也刻意的 沒有 刻意嗎 對我們也沒有刻意的去 跟對方太認識 就是為了想要保持 兩個角色第一次見面的那種尷尬 然後不好意思 然後又有點陌生的狀態 所以其實 在那個狀態我相信 不管是陳小美也好 或者是王靜也好 都 有 就不管對角色或對於演員來講 都是 會很忐忑不安的 就是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演員跟演員之間好像是 是好像應該就要很熟悉彼此 可是我覺得就是兩個很陌生的人 他那個陌生的感覺是很難演出來的 所以我其實這些感覺都是事後啦 就事後我其實覺得小金做得很好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在 在我們去海邊那場戲之前是 兩個人是真的沒什麼講話 沒什麼對話 然後也是那種 人見到人之後的那種尷尬感 那種陌生感 我覺得是不用表演的 而且我自己後來在看電影 我覺得這兩個人真的蠻不熟的 蠻好的 我最喜歡反而是我不在的企業 我最喜歡的一整part 就是他在星星淋舍 他跟宜文哥的那一整整段 我其實在看我最傷心的時候 是陳桂林被洗腦成星造的人的時候 那時候很心疼他 就是會覺得說天啊 可能是因為我知道劇本 我知道就是蠻文哥 我知道尊者不是一個真正的善的人 然後就會很心疼陳桂林這個人 他好不容易想要重新來過 他好不容易相信這個世界有希望的時候 可是偏偏他最信任跟他當下最崇拜的一個信仰 卻又再給他重重的一集 然後我覺得那一整part都是我自己 身為這部戲的演員或是這部戲的觀眾 很喜歡的一整段 但那一整段我都不在 你看多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喜歡 小靜你剛剛說你喜歡那一part了對不對 但其實剛好那一part 是我整部戲裡面我最擔心的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 我本來以為 剪頭髮為了戲剪頭髮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就是但我當我第一天看到那個髮型的時候 我還真的覺得蠻特別的 就也不至於啦 那就是蠻特別的 我還不覺得有什麼 但隨著那個星星領事那段時間增長 然後每天早上醒來看到那個鏡子裡面自己 我慢慢的有點分不太清楚 現實生活的狀態跟戲裡面的狀態 我慢慢有一點找不到自己找不到方向 我坦白我必須坦白這樣 那段時間我腦袋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該相信誰 所以我才覺得 周鼠除殘害是一個 這個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那過程就是每個人 因為他自己的心情狀態 或者是他自己情緒上的不同 他看到每一段都有不一樣的感受 我自己就擔心的往往也有可能是別人 別人最喜歡的那一段 但我自己最喜歡的那段是 反而是最後我跟小金的那一段 就是在最後他來看守所 他幫我刮鬍子 他送我最後一場的那一段 因為對於我來說 那段的感覺 對於我自己來講我覺得最享證 我會用神聖來形容 是因為 是因為 在整個周鼠的過程裡面 其實對應的是我們自己人生的 貪稱吃 那走到那一段完之後 我覺得我認為 也許有朝一日 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走到 故事到最後的那個境界 那個把一切仇恨都放下 把一切 把一切自己不喜歡 在意的事情都放下 而變成一個最純淨的一個自己 當然在那個當下 有對王進的不捨 有對程小美的不捨 有對這個世界的不捨 可是 雖然帶著遺憾 可是 他確實 那麼美好的一段時光 縱使他那麼的短暫 所以我自己反而最喜歡那一段 而且 又一方面又痛苦 就是坦白說 雖然是戲裡面的離開 可是那感覺好像真的厲害了 然後看了他們的表情 我覺得 就很難過吧 然後 又覺得很美好 就是 那個感情跟感情之間 可以有這麼純粹的一個交流 這是我覺得 我覺得 可能對我 我可能四十歲了 然後 然後在這個整個生命的過程裡面 縱使我到了四十歲 我都覺得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情感的體驗 我很享受 我很享受我們 我們即將殺心前的 的那一段 對 在看劇本的時候 就滿明確了 然後 後來導演也有特地約我跟Ben哥 一起開會 然後 那個會議裡面的內容包含就是 我們平常是怎麼相處的 然後 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 譬如說每一次Ben哥 在快要生氣的時候 或者是Ben哥 又要開始 準備 她的那個 內心 那隻老虎 又要開始爆發的時候 小美就會 默默地握住她的手 就是 某方面 雖然這樣講好像有點變態 但是某方面好像這個世界上 唯一可以治得住 或者是壓抑住Ben哥的那個 殘暴的那一面的人是小美 所以 包含我們也有聊到說 平常 這一對 嗯 奇怪的婦女 是怎麼相處的 然後還有 包括洗洗澡的那一場戲 其實在開會內容裡面的尺度 然後還有 大概要怎麼拍 大概會怎麼執行 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其實 沒有太大的擔心跟煩惱 就完成了那一段 嗯 好像是這樣 那其實我本人是覺得沒有太好 可是我覺得劇組非常的貼心 就是他們是讓 男生都離開那個場景 然後留下來的工作人員都是女生 就是譬如說女生 攝影組的女生 美術組的女生 然後 造型組的女生 都只讓女生留在身邊 然後我覺得這是他們的貼心 然後我也就是非常的感謝 我覺得她是 就是我覺得每次看她表演 都很像是在變魔術的感覺 因為她私下 就是你們應該也知道 她私下就是一個 一個非常nice的大哥 然後就是 吃飽沒啊 你吃什麼呀 什麼時候的 然後聊星座 聊狗狗 聊生活什麼都聊 可是 一韓action的時候 她的眼神又會立刻變成 另外一個狀態 然後我覺得 作為粉絲 作為現場 直接看著她表演的觀眾 我覺得那個是 是非常特別的體驗 我覺得Ben哥是 有緣富華 我覺得是個魔術師 就是 小金剛講 我覺得他有 我覺得小金剛講的沒錯 就是 你知道就是Ben哥 平常四一下真的 他就握著你的手 你沒有握手 他會我們拍到 每次拍到一半 他會握著我這樣 然後說 說很好啊怎麼樣 就是 就是在拍的過程 他其實超級溫暖 他拍的過程 他是一個超級好 超級貼心的對手 他永遠會 陪你走一走戲 陪你看看你的需求 看他 他等一下這樣演 你會不會OK 你等一下這樣演 他會不會OK 就永遠有一個最良好的溝通 但是就成如小金剛講的一樣 在演的過程 你會發現他突然變成另外一個人 可是最讓我覺得 很可怕很驚訝的一點是 當我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才發現即使在我眼前 我明明就看了這段表演 可是在藉由大螢幕放出來的時候 我說哇塞 在我面前的是一隻野獸 就是這個是我始終看完電影以後 我始終都覺得頭皮發麻的一段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演員 我何其有幸可以跟他一起合作 我非常的非常的喜歡這個人 我覺得Ben哥是尤其是 但他這個感覺一旦到拍完之後 他又回到那個最和蔼的大哥哥 然後拍完 甚至在他拍完他的部分以後 他還跑來現場看我們 然後看看我們最近過得好不好 告訴我們他要回香港了 然後告訴我們 甚至在拍完殺星以後 我們不時還是會聯絡一下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很開心可以遇到Ben哥這個人 雖然中間有一度其實他有造成我的困惑 因為他人太好了 然後小靖你就 你講講你怎麼造成困惑 因為他人真的太好了 就是Ben哥每次看到我都是笑笑的那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 因為他們有大量的就是打鬥戲嘛 武打戲 然後有的時候看到 小天哥他就是一直在往死裡揍Ben哥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陳桂林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打香港仔了 就是我會覺得很替香港仔那個心疼 所以有一次好像在韓卡的時候 我就有跟他說 我覺得你不可以這樣子 而且他當下是認真的跟我講說 我覺得你不可以這樣 可是我覺得好玩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是 就劇本永遠是紙本嘛 他永遠是死的 他給不同的人去扮演那樣的角色 他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後來拍完這個戲完之後 我認真的覺得演員必須很誠實的 面對自己感受上的一切 因為我看到的陳小美其實就是王進 並不是劇本裡面設定的那個樣子 我看到的人就是那個人 而我看到的香香仔就是Ben哥 就是袁富華 所以當小靖跟我講說 陳桂林你不要這樣子 你一直打他 你不覺得他很可憐嗎 其實在那個當下我也動搖了 我動搖就代表陳桂林動搖了 我動搖就代表陳桂林動搖了 就是 雖然我知道我要幹掉這個人 但是 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真的是毫無思考 毫無去反思也好說 我到底應該這麼做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跟黃金福導演 也有討論過 然後我們自己都覺得很有趣 就是 就是因為Ben哥飾演的這個香香仔 讓我們去思考 我們自己究竟做的事是不是對的 因為如果真的這麼篤定 我就覺得他是很壞的人 覺得他是惡人的話 那 其實我回頭想想 我就應該挺傻的 但是 反而因為小靖的一個很誠實的一個問題 就是 那你們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他年紀那麼大 你這樣打他對嗎 然後 我們才會去思考 這到底對不對 但又為了自己要做的事情 要做那樣的必要之二 而持續的做完這樣的自己的任務的時候 我才會覺得 這個過程讓這段表演的層次更加豐富了 而不只是單純的我要執行任務 那是第一層意義 可是第二層 你一定對生命 一定對你眼前這個人會有感受 我覺得這個是很厲害的事 也是我很欣賞王靖的一點 很尷尬 你看他人在欣賞他 很正常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你盡量欣賞我 我覺得動作場面 應該是說我們沒有大傷 就是我認為 我認為坦白說 我認為這一點是我們很多時候 要跟香港演員學習的地方 或者香港 因為黃金甫是香港導演 他至於這種動作場面 他其實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我認為動作戲 受傷與否 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把那個精神給打出來 所以我認為 如果戲裡的角色 角色他疼痛 戲裡的角色有傷 你無可避免的 你身上一定會有一些傷 那些傷其實我覺得不值一提 那 只要 甚至我認為那些傷 如果能夠幫到你 在那個角色裡面的話 那些傷都是值得的 所以你說有沒有傷 我覺得一定有傷啊 但是 是不是很正常 那些傷很正常 對 跟Ben哥比較傷 Ben哥 嗯 他是元氣啦 元氣傷到 但我覺得Ben哥最厲害的一點 是什麼你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如果Ben哥在 在事後的訪問 在 在那個 在《一種態度》的那個 YouTube的YT裡面 Ben哥有做一段訪問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一種態度》的YT裡面看看 就是 裡面Ben哥講到說 他很 他很謝謝黃金木導演 在 他這個年紀的時候 給他這個 拍動作戲的機會 甚至Ben哥講到他的 眼眶都紅了 我自己看完那次訪問 其實我超級感動 就是 就是一個演員 無論在他多大的時候 在他多有經驗的時候 他都能夠渴望 對自己表演的豐富也好 對自己表演經驗的突破也好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Ben哥會是我的一個榜樣 就我也希望哪一天 我變成別人前輩的時候 我依然可以對我自己未知的事情 感覺到 感到有熱忱 我依然可以對我 對我可能不擅長的東西 我依然能夠保持那樣的態度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他是我們很好的榜樣 對 最想念香港的時候 大排檔吧 對 入街邊的魚蛋粉堡 對 我覺得 因為以前 以前 前幾年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 很常去 我 小時候很常去東堡 對啊 但是 很懷念那些 在 在市場裡面 吃東西 那些日子 很懷念那時候在香港 跟朋友一起 早上起來 爬起來去吃 去喝早茶 對啊就是 我覺得香港對我來講 最懷念的是那些 街邊上 街坊上的那些煙火器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人來人往的忙碌的 這些街道上面 有那麼一點的人味 對啊 這是我懷念的想法 AM73年 你們好 我是袁堅天 我是王正 正 正 很厲害 哈哈哈哈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